好,我们今日继续呢 透过《阿弥陀经》里面提到的 《施利弗,极乐国土》 施利弗,这边就是在提到了 施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的长眼了 成就,施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的长眼 施利弗,极乐国,成有种种奇妙 扎舌之鸟,白鹤,孔雀,鹦鹉,施利 加连瓶且共命之鸟 施主纵鸟,周月六时出河雅 因其音演唱五根五粒 七菩提奔 好,八声道 我们今日呢,了解到呢 以上呢,都是在讲整个极乐世界的 他的圣境 天月呢,影空 相对的呢,就是在纯旧的黄金为地 六时呢,雨花 就是像吉祥的曼陀罗花 那我们心灵导师本是释迦摩尼佛 将极乐世界如此殊胜的妙境呢 让我们所有的娑婆世界 南占布州地球的所有的人 十方法界终身白金家人 了解了之后呢 他自然的又呼召了 射利福王 你看吧 极乐国土里面 有好多种圣庙的庄严 这都是阿弥陀佛 也就是我们的灵性不生不灭 无量的大愿 大行 大慈大悲的功德 所成就哦 好,所以我们 各位啊 听众 也就是呢 所有的地址 我们都是佛的器重地址 关于极乐世界呢 地面上 好 还有我们的庄严的景物 过去呢 我们都不断的 就是唤醒 了解 让众生呢 都能够听得懂 那相对的 现在呢 所谓的前面第三段里面 我们也提到了 这些的天空里的 所有的庄严景物呢 都是在描述 或者是地面上 或天空 都是在描述 那还有我们所谓的鸟呢 这些 还有风啦 或者树啦 去从南许 去从罗格 去从杭树 化琴风树 就是说 这些鸟啦 这些风啦 这些声音呢 都是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所变化的 在极乐世界 没有这三个岛 所以的鸟儿啦 都是阿弥陀佛 愿力所变的 那这些鸟儿 叫出来的声音 风动 还有树的 这些声音 都是在演妙法的 所以这包括了 这个说 所谓的 化琴演法 或者是 风树演法的 相对的 我们也透过呢 这个世界上里面 为什么会 让我们不断的 来学习 就是 了解到呢 既然佛法 是要让我们 明白 甚至要让我们 透过这个 南战步骤 所有的地址 回到家 所以呢 佛陀呢 就告诉我们说 这种鸟儿 好 就是说 他透过这个 所谓的 演绎的方法 有分 标示到 我们这个 国有国的 奇遇之鸟 还有说明 鸟内的名字 还有鸟 能够唱出 非常微妙的音波 这些都是在 演出佛法 所以我们 再次的了解到呢 为什么 舍利佛 比国常有 种种奇妙之鸟了 佛在告知 我们就是说 这些的鸟呢 表示呢 就是代表 我们人类呢 不断的 会有这些 烦恼产生 鸟就是我们的 士丘 我们的士丘 我们也看到 我们曾经在 白晶生活管理科学 里面有提到的 这个鸟儿 这个鸟儿 那相对的 我们看到 佛经里面当中的 这些鸟儿 你可以看 这是我们 从佛经里面 要让我们学习的 这个是鸟儿 这都是我们 飞禽肘售的鸟儿 那这边 更清楚的 就是要让我们 清楚 世间有这些 光说不练 可是阿弥陀经不是 这些鸟儿 不管是白鹤 孔雀 鹦鹉 舍利 还有家里 贫血 共命之鸟 代表的 都是我们人类 这些 鹤 嘴 腿 还有颜色 比如说 我们所谓的 鹤的嘴和腿 都很长 有显黄 有苍白的 四种颜色 纯粹以白鹤为最贵 孔雀尾巴很长 鸟毛的 颜色很多 而且呢 制成花纹 散烁有光 鲜艳夺目 非常爱惜 这个孔雀非常爱惜 自己的鸟毛 心情也非常好胜 他看见 穿着红红绿绿衣服的 父女们 就会摇着尾巴 这些都在表发说 我们人世间 就是有这些的特色 这些的习性 可是这个习性 到了我们西方佛果 虽然凡胜同基土 自然而然的呢 这些鸟的基本特色呢 会仿效 或者是作假呢 或者就是 这些鸟的特色 我们了解到鸟呢 它会去仿效 像你看这个 孔雀呢 就会孔雀开平 展示 像人们呢 展示自己的才华 那还有我们 这些的这个鹤啦 嘴啦 我们虽然很勤者 去积极付出 可是我们背后有目的 那代表的这些颜色啦 有黄色啦 有红色 有黑色 有白色 这些鸟儿 代表我们 每一个人的热情的温度 背后都有目的性的 所以我们终于了解到 在阿弥陀佛的国度呢 这些自然而然 我们的个性 就会改变 就会调整了 就会向心佛众生 相无差别 所以佛经里面呢 都是在做一个 最好的一个演示 演法 毕竟我们在 娑婆世界里面 南占部州 甚至 十法界当中的六法界 三恶到太久了 所以我们了解到呢 聊内就是最聪明 受人恋爱的 但是我们今日也了解到呢 佛不断地叫色力佛 是因为色力佛是在 罗汉里面 外在是大罗汉 内在是像菩萨一样的 大菩萨 所以他会用P 告诉了色力佛 这个 九鸟 因为这个 色力佛呢 的母亲 像九鸟的双目 就是非常锐利的 可是 色力佛的母亲 太有智慧了 了解到呢 色力佛算是他的儿子 可是他会用这个方式 让他出家 表示我们 娑婆世界 每一个好母亲 应该要让我们的小朋友 真正的将出世间 用在入世间的生活当中 以品格为第一 并不是呢 了解到 世界是幻象的 可是我们不清楚的时候 会造成另外一个灯灰了 所以我们从华严经 批语说 抱恩抱怨 讨债还债 其实都是在做这个表法 不管是我们从 蝌蚪就是腹筋母血 这个带来的基因 甚至我们所谓的 这个爬虫类 还有这个爬虫类嘛 还有所谓的哺乳类 临床类 到我们现在的人类 其实我们人类呢 最早通过这个 整个历史演化 我们都是从光天下来的 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所以阿弥陀经 会通过用华严经 来做这个批语 表示呢 这么多的国度 佛会透过这个鸟儿 来告诉我们 就是说 极乐世界的鸟呢 它并不是三恶道的 它是从法音当中 来演唱出佛法的 所以它的殊胜 是要让我们 每一个家人 越来越清楚 在人世间当中 最后这一世 一直强调的就是说 不管你现在看到的 争取的鸟兽 或者就是所谓的 这个风或者树 或者是 蛆虫难寻 蛆虫落果 蛆虫杭树 甚至我们 世间的种种灾结 水灾 火灾 风灾 地震 岩浆 这些都是在 娑婆世界才有 在极乐世界 完全没有的 所以我们今日呢 也透过 佛在座 这个跟 舍利佛 有智慧的 提出这些鸟儿 都是在代表 我们 娑婆世界里面 光说不恋的特色 这些一定要 完全 明白 所以就所以像 我们在白晋法 白晋诗的金刚经 参阅白晋诗的金刚经 就了解到这个赤地 从反复位 到实地 只要你念佛 达到 进入是透过佛的愿力 那我们理解之后呢 是否此生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 好好的去体验 去体验 这才是我们 今日来到地球 最重要的目的 找回自己心佛众生 尚无差别的智慧了 所以我们今日 将阿弥陀佛经 也做了这样子 更 唯细的 让所有的 法界众生 白晋家人 都能够明白 好 我们今日就提到 这个曲 可 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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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 发芽 后面 发芽 权